这顶高真的是渗入啊 安全师傅试一下 这走很危险 而且我刚才听到踩这个冰 这个很闷沉的声音 知道吗 我该走了 一万三千平方公里 是冰岛被冰川覆盖的面积 梦幻 孤独 冷酷 仙境 如果世界有尽头 我想那一定是在冰岛 这是我们从中国开房车 到冰岛后的第一感受 那世界尽头还会有声音吗 在这宛如异世界的魔幻之底 我们来到了冰川深处 听到了来自冰岛的声音 你们从哪里 司机看到你们的车 然后我就真的好不可以相信 那是怎么开过来的呢 我们从北京 哈萨克斯坦 你好 你好 挪威 瑞典 丹麦 然后丹麦不是有轮渡吗 轮渡 好美丽 太厉害了 你好 拍个拍摄 好 没关系 是这样的吗 好 这只要他从中国开房车到这两个月 如果警察不让我停下来 一半个月 如果警察不让我停下来 好 好 就像这样 感谢 感谢 停下来 都情务起的特别大 我登这个冰川穿了一个线衣 阳绒衫 然后还穿了个羽绒服套了件雨衣 我还觉得有点冷 你看这边的雾特别厚 因为冰川那是消融 各种水蒸汽 它太厚了 你看它就离地面非常紧 所以就感觉很冷 这里也有冰 对它是火山灰和冰 一层一层叠合到一块的 其实我们过来的时候还是挺暖和的 它冰岛上面中心地带有很多冰川 然后这个冰川也算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中间没人住 因为冰岛的中间基本都是冰川 冰岛的城镇 包括它的首都 其实都是在沿海一带 一降温 这个冰川镇就特别冷 之前有一对中国的情侣来冰岛徒步 他们就冻死在了景点的附近 我们来了时候还看到这个新闻了 所以说冬天还是挺危险的 走得多潇洒 回去拿相机就有多狼狈 冰川下面的水由于都是火山岩 所以这里的水并不清澈 很浑浊 是我们在冰岛见过比较浑浊的 湖水之一样 这里水的温度其实已经非常冷了 2011年的时候有人还在这里 注意安全 我看到有人徒步上去了 突然想起来星球大战是在这拍的 刚刚有个向导从这下来跟我们说 他看到我太松戴 然后抓到了 他说小心点别挂 这个冰水就偏蓝了 一定要小心直接沟浑 滑下去很难上来的 看到了吗 其实我们爬的就是一层冰 这个冰也不厚 这个窟窿眼 空闲了 小心啊 这个 别滑下去了 看它其实就是蓝冰 这水其实还挺清澈的 我看到很多人在这里做服务车喝冰水 全师傅你行吗 这水挺清澈的 就是有点下雨 全师傅要体验喝这里的冰水 那全师傅试一下 牛啊 怎么样 跟冰面近零距离结束 怎么说呢 这个冰窗水还挺甜的 但是这个鱼我觉得可能就不是很干净 因为火热会什么 一嘴灰 就是上面太冷了 拿一个这里的碎冰冰 送你们一颗小钻石 让我们的情意跟钻石像纯洁吧 朋友们 我干了 你们随意尝一下 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 甜吗 没什么味道 有点口气味 我们这天一直在想 这座古老的冰川后面是什么 如果再往里走会是怎样的景象 我们想更近一些看到它的样子 于是 我们今天换车了 今天这个车大脚怪 换了一个六乘六的六驱车 到齐 要坐这个车去吐出 我们要走一段冰川 然后去看蓝冰洞 这种专业的车 你看这个轮子 就已经跟我们人 差不多一般高了 不是四驱的 是六驱的 哇 太酷了 这个车 这个车的空间还挺大的 需要改成一房车 应该挺好 大家都很喜欢这车 都在跟这个车合影 你说什么样的路 需要六乘六的车 兴兴 出发了 现在的路都很平坦 我很好奇 后面的路是什么样 很期待 道路开始荒 这边就不是很好看了 这个路逐渐离谱 远远的好像看到冰川 目前这个路段小白放一遍 但是肯定看不到这么快 晕不晕 确实有点晕 但是这个车挺厉害的 它在这种土路上 能开这么快 现在要处理徒步 我们现在坐车来到这边了 我们会停在观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河 可能会比较好 然后我们会告诉你 我们会学习 那我们会学习 好了 这是黄衣服的女生 她是中国人 在法宫是冰岛人 在上海生活10年 往这个冰川里面走 贼拉冷 这么冷 三层买三层的套 还好来的时候 穿的东西比较独 你的帽子真可笑 为什么我的帽子很可笑 带了两个 我其实感觉 如果有辆越野车也可以 不用 谢谢 你中文好好 这里有一个冰岛的朋友 他的中文非常好 他的老婆说 他在上海生活的市面 这边特别像死亡搁浅 就是很高级的 高级灰 就火山灰和白色的这种配色 再往这边 就是绿油油的山 特别冷 近距离看还是很不一样的 刚刚跟他们聊 原来冰岛 有家很大很大的公司 在中国的上海和北京 就是食品加工工厂 像什么街 麦当劳 它那些食品的加工设备 都是冰岛的专门 我们现在要往这里爬了 要穿这个钉靴 如果不要穿扎脚 他们就把这个外的箱子扔在这里 不怕别人拿嘛 就这个箱子 每天都在这里 这个叫啥来着 钉鞋 我穿反了 你看这个钉子 哎呦你穿反了 看上这个之后 就很厉害了 其实这个挺方便的 棒 哎呀 有这个钉鞋就好 这不是那么滑了 嗯 这就 这还是 其实有点滑 哇 哇 这个冰川水已经开始化开 还是挺滑的 现在继续往前走 感觉真不错呢 很易世界哦 感觉师傅小心翼翼的通过 哇 真的 这里其实还挺危险的 因为这个桥啊 就是一个木板 然后需要抓到这个绳子 一点点的移过来 哦 这边这也是蓝色的 这里的像高洲 需要小心翼翼 我们一起吃下去 这边 这样水流还挺急 过来后还是很壮观的 可以看看这冰川的融化 然后这个山呢 是冰层和火山岩 一年一年 一层一层的挤压 堆积而形成的 这个冰冻以后 可能就会消失掉 不见了 所以大家能看 多看一看 哇 这个冰川里好漂亮啊 贼美 这太冷了 还挺危险的 在这里仿佛可以听到冰岛的最深处 千百年来 冰岛让火山灰 与纯净透蓝的冰川融合 千百年后 全球变暖正在分开它们 而随着全球变暖 再隔几个世纪 地球就会迎来小冰河时期 就像《流浪地球》里说的 起初没人在意这场灾难 这不过是一场山火 一次旱灾 一个物种的灭绝 一座城市的消失 直到这场灾难 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或许冰川最终会消失 海啸成为常态 那时候才能感觉到 地球早就摁下了重启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沉口 我去这孔高真的是渗入啊 每年的冰洞都会不一样 小心哦 小心 哇这个冰好清澈啊 它可以看到里面是真的气泡 哇天哪 这个冰洞真的是毫不一样啊 还挺危险 白天碰落 wake up clong 小心 怪不得这个向导说要小心 这 difficulties 地下山都 gradual 下来的时候会有点难 这男人不需要帮忙 开玩笑 哇哦 这一趟不错 遗憾极价 我猜很多人肯定好奇 这一趟有多少钱 我们跟导游 然后导游开车 带我们过来 网上订 这一趟行程是三个小时 要花2600人民币差不多 这个冰冻比想到中 会好看一些 我觉得 冰冻比想到中 这个大脚怪的车好帅啊 主要是冬天的时候 这里雪特别厚 然后很滑 再加上水啊乱七八糟的 所以说 就得用这个大脚怪灌了 结束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车是你的吗 没有 我非常愉快它不是我的 因为这个 它应该是很贵的 很贵的 它是很贵的 它毕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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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也是一堆可以 但它是大脚怪板 地区的 好这就是我们的小红胖了 拜拜 这危机 哇这轮子真大啊 快看 冰岛吧 大脚怪板小红胖 哇 它这个车超级厉害 就是冰岛冬天的时候 也可以如履平地 这是你的车 哇 它很酷 它是4x4 里面有一个浓缸 哇哇哇哇 你真可爱 好我们可以进去看 哇我真是 哇 你会看到的电脑 是用车的 你可以跳起来 我会跳起来 这里的司机很好 他让全师傅悠想一下他的车 哇 这可以在车里面参观一下 它这里有个电脑 这个电脑可以控制它4个轮胎 然后可以给它冲起 我会给你打开这个 哇哇 这是电脑 所以你看 我们在路上 它应该是27.5x28x 所以之前我们在路上 我只是按钮 这个是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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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有很多雪 我们没有看到路 我们使用它 当时有很多雪 所以我们必须追踪 GPS 请你问这个车 非常贵 超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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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东西都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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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改变了很多 我们从中国 今天很幸运 认识了一个冰岛的朋友 而且他还会说中文 最重要的是他在中国还待了十几年 所以沟通起来非常的顺畅 但是我胸前那个GoPro 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录不了音了 刚刚聊了很多很用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问他本地人觉得冰岛物价怎么样 他说贵 他说很痛苦 他说所有冰岛人都觉得冰岛很痛苦 这边餐馆既然卖东西这么贵 这么赚钱 为什么这边餐馆很少 他说本地人没人去 他们对大家做 因为大家都知道贵 这个不愧是全球物价第二个国家 这个本地人都是深受其爱的感觉 然后我问他食物你觉得中国好吃 还是冰岛好吃 他非常的迅速的告诉我们 当然是中国 他很想念中国的外卖 回来冰岛之后发现没有外卖真的好痛苦 他还很喜欢吃鲜的如假馍羊泡馍 这边的风景真不错 这边也是华海 今天我们在这做个晚餐 这里蚊子有点多 要不我们还是回程度吧 旁边都是动物的便便 我的天 蚊子有点多 还好可以回车回车上吧 还是在车里做饭得劲啊 这个是真实的露营情况 就是如果靠近水边的话 一定会有雷拉多的蚊子 翻新可以在车里做 但是外面那个花呀还挺好吃的 就是漂亮 好 现在煮意大利面 这里只能卖到意大利面 煮一些意面 然后做海鲜面 一些素冻的熊海心 配着这些蔬菜 这个看起来不错 自己做反正比在这边吃好多 这边东西不太好吃 又贵又不好吃 这个蘑菇汤里贴味 这边全师傅精挑细选的熊海鲜 汤汁浇到意面上就好了 这个我们正做了饭 突然间看到前面有些羊过来看着我们 突然间想吃涮羊肉 咦那只比较小 抓进来嘎掉 这煮的还挺不错呢 油光水滑的 这边都是当地的调料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感觉 咦煮好了我们准备开吃吧 有什么不灵不灵的 海鲜蘑菇意大利面 你们先来一口 来一口 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混合果汁 什么苹果呀 鸡梅呀 它挺好喝的 最近找到了很合适的喝法 这个浓缩果汁倒一些 因为它配气泡水简直绝了 超好喝 这个是柠檬气泡水 这个颜色真不错 干杯 可以吗 我ok 我比较喜欢清淡一点 这边东西都好咸啊 今天终于吃到清淡一点了 这边这没什么好吃的 小小同学 已经在这边厨艺暴涨 被迫增长厨艺 去超市 有那种冷冻都洗好蔬菜 有那种冷冻的各种小海鲜 你把它拼到一块 再放点调料 放点面就可以做了一顿饭 这一顿两个人估计也得花他个小一百块钱 但是跟这里的物价比呢 已经算是还ok的一顿菜式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好轻生不改 绿水长流 一起开始冰岛的环游之旅 哇